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着我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 有请 我叫秦杰伟 今年34岁 来自河南洛阳 我来找一个 为了保护我 而把自己烧成残疾的人 16年前 他离开了我 我现在要找到他 这个在大火中保护了他 却将自己烧成重伤的人 是谁 16年前发生了什么 让这个人选择离他而去 他焦急的神情和身影下 深藏着怎样的故事 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请 李老师好 你好 小伙子 来 请坐 能问一下今年多大了吗 今年35了 35了 叫什么名字 我叫秦杰伟 来自河南洛阳 我今天过来是找我 离家出走 16年的妈妈 为什么走了 她出走的原因 可能因为是 不想拖累我和哥哥 而出走的 我妈妈不想拖累我们 不想成为 我和哥哥的负担 所以她离开我们 她是一个被当我烧伤的 而残疾的 烧伤到什么程度 烧伤到什么程度 是她那个 这个手 左手 全部烧成手掌 右手就烧一节半子 从面部全部烧得二阔 而鼻子全部烧没了 然后那个下嘴唇 烧得当时都没有了 后来是爸爸 经过几次手术 把那个下嘴唇补去 要不然那个吃饭的时候 就吃不到里面 就那个饭就要洒出来 在哪儿烧得这么严重 家里 家里 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火 当时这个事情 应该是爸爸给我叙述的 就那年你两岁 你哥哥五岁的时候 你哥哥和你妈妈三个人在家 当时你和你哥在厨房里吃东西 你妈妈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 家取暖 以前用的都是那个风波煤 风波煤不知道什么原因 那个风波煤把被子点燃了 然后房间里又开始起火了 你妈妈为了 你为了不让火烧着 你们 就这样你妈就把那门翻锁起来 然后自己烧成那样 她就是为了救你们两个 那就是厨房是在里边 对 妈妈在外面 她们就挡着那个门 妈妈其实可以出去 妈妈其实可以出去 但是她挡着门 她爸出去火再烧着 就是爸火 对 她烧伤最严重的 她身上其实没办法 就是那个手和脸 爸爸不在家 爸爸不在家 爸爸到家就把那个门踹开以后 就把妈让我救出去了 就这样 上医院了 妈妈这个肯定得做很多次手术吧 她在做脸部的整形 包括手 她们都要做手术 因为妈妈实际上从肚子 这个大腿内侧全是取过那肉 全是补到脸上 补到那手上 她就这科普全是 就这烧的疤 妈妈虽然受伤了 经过那个 爸爸说经过了半年的治疗 妈妈逐渐这个 包括那个疤痕啊 恢复都可以啊 对 恢复一些 又做一些正常家务 面对困难时 我妈是一个勇敢的人 勇敢坚强的人 特别我记得有一次 妈妈试着去做饭 她用了那个手 那个手 切菜的时候 因为我们经常的人 这手都有手指 握着个刀柄切 她那个没有 她手指就烧掉一半 她就夹着那个 骨口夹着那个刀柄 就这样试着尝试切菜 我看着她尝试了好多次 到后来还是能切成 她非常认真地去切 虽然妈妈受伤 我们一家吧 毕竟有爸爸妈妈 我们还过着 像正常人生活 没有不一样的时候 比如说 为妈妈治病家里 欠了一身的债 爸爸也是日一夜一夜 努力一赚钱 就是想把这个生活 过得更好一点 七岁 七岁时候 爸爸检查出那恶性脑瘤 经过两次大的开瘤手术 我爸爸呢 就这个部位 天津盖开刀 把这个脑盖打开 然后把那个肿瘤 爸爸这时候留个疤 拖了两年时间 爸爸在我那个九岁的时候 他去世了 当时他睡的床 就是四脚全是那个砖块 垂起来 上面是个木板 他病了 在上面就睡那样的一个床 后来去世了 就在那个床上躺着 那时候八月份 天气很热 因为没有棺材 什么 这也不能说下葬吧 就我爸爸的尸体 在房间停了三天 我哥哥两个人 就拿 当时就拿个扇子 一只扇 怕尸体腐烂 棺材 棺材在外面 他们就是 在家境就打着棺材 当时一个九岁的孩子 看见爸爸的手 拉着爸爸的手 感觉心里像 手拉着爸爸的尸体的手 我的手 冰冰凉凉凉 不想让爸爸走 天都塌了 我妈少说 有爸爸在 现在爸爸有冲事了 重点就落到我 我妈妈手 妈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家里那时候 有两母爹 台湾市真的 这个收玉米 种地的时候 那个玉米 正常人一摆玉米的时候 那个手 直接抓着就压压去了 可是我妈妈 你是这么摆玉米吗 因为她那个手 全部是就稍微 没有表皮 没有表皮 全是那嫩肉芽 很不耐磨的 她那手 正常磨破 那个玉米 摆完以后 那个杆子撒掉以后 那个下面还有那个根 那必须要把它盘掉 就盘那个根手 她就这样夹着个处头 这两只手就这样扶着手 就这样盘 都没有劲 她盘那个玉米 像正常的一个男人老总流 就一下就把它插 她就挣过三下五下才盘下来 她那个手全是破的 她全是拿这个小毛巾 把手缠起来 然后这个手就这样扶 你说你和哥哥 可以帮她一些吧 我说我们两个不上学吧 我们在家帮妈妈吧 妈妈坚决不同意这事 妈说 再苦再难 你能量得给点血上上去 因为我妈是高中生 她觉得知识应该是 能改变我们俩来 她说必须上 你后来考上大学了吗 初中考完这个毕业式的时候 我都不上了 那个我哥比我大时候 他当时从毕业的时候 他考上了高中 考上高中当时 我们两个去他那高中的时候 给他保命水 人家让他交两百块钱 保命费 我没钱 我没钱交 都没保 我没钱交 哥哥 哥哥哭了三天 当时对我初中跟大 我当时感觉哥哥哭的样子 那一次 我妈妈 那是不是妈妈第一次哭 当时我孩子 在家里真的没钱 你就初中上万算了吗 那时候家里真的很难 那是妈妈第一次哭 我就把初中给多了 多了没钱交中 可我直接就回来了 可是到十六岁 我哥又去当兵了 哥哥当兵的时候 我感觉家里的力量 失去了一半 我哥当兵没跟我说 当时我有点生气 我觉得未考三 就是我哥哥 哥哥应该能保护我和妈妈 当时他去当兵 走了 又留下我跟妈了 当然我们种人的地 我们种人的经济作物 因为过树上 就是喷油嘛 喷油从家把水拉到地里面 然后油祸下 喷到过树上 就这个动作 我跟妈妈 跟俩咋完成了 人家一天拉运的 一通睡一百斤 人家一次拉一通 两通人拉着 我跟俩老东西走完俩 玩一次只能拉半通睡 还得泡泡给我躺 当然又 拿了车下地不然说 妈俩连车的 翻到那地里面 那时候我都用力干我哥 在家里干了几年农博了 我是一直都在家干 一直在家里 农博赶完以后 农县的时候 去我们附近的工上去打工 那天 妈妈走的时候 没有给你留任何 什么信啊 祝福啊什么的 没有任何迹象吗 妈妈住手留我一封信 信怎么说的 我带来了他六位封信 这张事业是我的名字 当时 祖前没有任何迹象 妈要去看病了 到南京去 叫你移来咱家看门 别的事我回来再说 有些事在家能办的尽量办 不能办的不要勉强 要从这上来看 妈妈好像没有打算不回来 就是没打算不回来 因为他走的时候 走时我下午下班死电 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砍掉这封信了 我能走的地方都走了 就在村子附近 我能走的地方 包括他常去的人家 包括地里面 包括他能去的地方 我都走了 一直走到晚上七点 他没回来 当时我没有把事情告诉我 不像这事情告诉我 怕影响 他的担心 当时他出租的时候 我个人正是说是 部队当了三年兵 第三年的时候 他是靠上军晓在湖南上 叫军学港区两个月 我个七月份回到家的时候 那时候回家了一个礼拜 他说他靠上军晓 然后去报道来 去报道还用时间回到家里 回到家里 然后看看你看看在吗 大概就九月份吧 下班回家以后 然后四点吧 四点钟下班到家到四点半 然后那个桌子放上一张字条 兄弟俩终于有了自己的生活 哥哥也考上军校 成为了妈妈的骄傲 就在这一家 就要看到幸福生活的曙光时 仅仅过了两三个月 妈妈却突然留下一封信 离开了他们 每天都去找你们 妈妈是大概九月份住的 我每天不上班 每天早上我拿些赶俩 拿些馒头 出去等着自行车 因为当时在我那条件下 只有这 这是最大能力 骑着车子到处走 骑着车子到处走 每个村 包括每个村街道 找到那问大厅 找了三个月 找了三个月 找了三个月我 这就快到年底了 一直打一刀 找到十二月份 十月份 那个春节我一个人 一个人在家过 我没有在家过 一个人 就是去这晚就这样 走在外面 人家过春节的时候 我都在外面 就在这儿溜浪 因为我不敢回家 我怕看见他家 家里空空的没人 这个时候你哥哥 我妈开了十九年 都是在家 虽然哥不开家 我还有妈给家 我过春节我不敢回家 我在那个年 我在外面 那你跟我们说的是 说妈妈怕连累你们 是你自己琢磨的吧 妈妈信上也没说 她为什么走了 她不说就是说去南京 看病 你觉得是她 不敢在南京 扎都没钱了 咋去南京 她能杀去 那你怎么觉得 她是怕连累你们呢 她看到孩子都大了 都到结婚年龄 怕你们都找了媳妇 这媳妇见了她害怕 那个观众没看日照片 我看了 你要是没有心理准备 是挺害怕的 因为妈妈的学问 比较高一点 高中 然后所以说呢 有的时候 她可能会把有些事情呢 略微想多了一点 但是你看看 儿子哭成这样 她记得妈妈的每一个细节 而这些细节 全都是伤痛的细节 妈妈怎么去拔玉米 然后怎么样地 给她们做饭 就这些细节 你说美吗 肯定不是美的 但是她会记得伤痛 她会记得妈妈的不容易 所以有的时候 母亲有的时候 可能想多了 我觉得她妈妈挺伟大的 我觉得这孩子挺苦的 她说她只记得 她妈妈只哭过一次 就是上不起学的那一次 这个我也不相信 我觉得她母亲哭过 背后 无数次无数次 只不过 孩子 没有在她们面前哭 就像她母亲 永远在她们面前笑一样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她母亲 非常的伟大 妈妈走了以后 你和哥哥 都去寻找了吗 妈走的时候 然后后来哥说 就是在当地的罗兰电台 做个广告 就那时候去 东京西都弄钱 就那时候做广告 可能两千块钱 做了做广告 我也没啥消息 往后就是 一听见一闹有消息 比如说她 临时说死我妈妈 因为我妈的那种毛 就是她也不一样 她这些就 就赶快去那时候 但打钩的时候 当地就是 消息不适 就这样一致 训练下去 这个为了保护儿子 却将自己烧成重伤的妈妈 这位身残至尖 用行动教会儿子乐观坚强的妈妈 这位寒心如苦 养育儿子 却不愿拖累儿子的妈妈 她到底去了哪里 儿子坚持16年的寻找和期盘 今天能否见到日夜思念的妈妈 从她走以后 这16年我都没离开过那地方 想让妈妈要回家的时候 还能找着路 我不还回家 我不给家 好孩子 让妈妈回来 我等了16年 没有等着 好好活着 好好把日子过下去 继续寻找 我相信你永远不会放弃 我们也在帮你找 好 来看看我们的书东 怎么帮你寻找的 请站到这儿来 站到这儿 看看大屏幕 书东 你好 我是等着我寻神团的书东 我们在容媒体平台上 收到了你发来的 寻神报名求助之后 也是兵分两路 帮你展开了寻找 首先我们根据您提供的一些线索 说妈妈在离开之前 曾经留言说 要去南京治病 所以我们立即找了南京的志愿者 在南京的各大医院 包括福利院救助站去搜寻 看看能不能找到 16年前妈妈的救诊记录 或者一些相关的信息 第二路我们去了河南 因为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 说妈妈的老家是在河南的掩饰 所以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 河南当地的志愿者 帮忙炸开寻找 看看今天能不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好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感谢观看 好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我妈妈虽然身体残疾 但是她和别的妈妈 做得一样好 她是最美的妈 我妈妈不想拖累 我们不想成为我 和哥哥的负担 所以她离开了我 准备好了吗 为原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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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兄弟 你好 我们民政局下面有2040个 救护管理服务机构 有2万多工作人员 他们每天都在街面巡视 同时呢 我们还有我们的救助管理系统 和大量的信息在反馈 因为你妈妈那个体贸特征 是比较明显 我们会很关注 很留意 请你放心 让我们共同努力 共同寻找 放心 请儿子对着电视机 然后跟妈妈说几句话 也许妈妈正在看电视 好吧 跟妈妈说 来 妈妈 回来吧 儿子现在有能力掩我你 我们对不起你 我们不应该长大 小师父你们要照顾我们 你们都不会走 我后风 我们不想长大 您回来吧 您让我照顾我们了呀 我不想长大 一个儿子对着面目全非的妈妈说 我们不想长大 因为我们不长大 你就照顾我们 不离开我们 如果正在收看电视的这位姐姐 回来吧 儿子盼着你 这个家需要你 我想啊 电视机前的观众 都看见了你对母亲的这一片孝心 大家都会知道 你是一个非常孝敬的孩子 我想你一定要好好地生活下去 这就是对你母亲最好的怀念 我想我们大家用掌声 给她加油好不好 为孩子加油 为我们的拉姆加油 孩子你不放弃 我们也不放弃 加油 加油 妈妈是天下最美的妈妈 妈妈她用爱和坚强 养育我长大 在儿子心里 妈妈从不幸的谷底 挣扎起身 用满是伤痕的肩膀 扛住了苦难 也让儿子的眼睛 扑满阳光 我们呼唤这位妈妈 早日回家 您是儿子 一生的牵挂 感谢我们的公益合作伙伴 金色家园网 对我们的代理支持 上金色家园网 二手房买卖零佣金 好 我们一起来看 下一位请主持者 有请 他叫杜小龙 十八年来 一直在外漂泊流浪 他告诉我们说 别看他身材瘦小 但是内心却很强大 支撑他坚强生活的唯一信念 就是能够找到记忆中 最疼他的爷爷 有请 大家好 怡斌老师好 你好 孩子 来 请坐 谢谢 这牙怎么回事 我的牙是小的时候 猪牙 我很喜欢吃糖 然后是猪牙造成 生活不错 还能吃上糖 小的时候 我爷爷他们的度非常好 所以不管我需要什么 他们都会满足我 现在还爱吃糖吗 现在没有 现在修牙很简单 修一修 肯定没找对象吧 找了 找了 对象不嫌弃你遮牙 没有 结婚了吗 还没有 还没有 告诉我们 你想让我们帮你做什么 我想找我爷爷 你多大和爷爷分开的 我自从六七岁 就跟我爷爷分开 在我记忆当中 我爷爷对我非常非常的好 我记得我老家是云南的 我爷爷只告诉我是云南马里坡的 但具体云南马里坡哪里 我并不知道 那你现在在哪生活 我一个人在广东打工 没有朋友 也没有亲戚 我一直在寻找的路程 我不知道这条路 什么时候才可以到头 那你还记不记得 你是怎么跟爷爷分开的 不哭孩子 今天我们一定会帮你想办法 好 想办法帮你找到爷爷 不哭孩子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家里很穷 虽然是租了草房 但我爷爷依然对我很好 跟我一样大的都下地干活 但是我并没有 就算我跟我爷爷去干活 他都不会让我干 家里有有奶的吗 没有 爸爸妈妈呢 我妈妈从我很小就已经去世 就是我爸爸 竟然出外打工 兄弟姐妹没有 没有 就自己 就我一个 有一次天气太热 我没有跟我爷爷下地干活 我爷爷怕我晒的 就把我留在家里 我堂哥看见我在家里一个人玩 他就带我出去玩 我跟他走了很久很久 走到天黑 终于走到一户人家里 他跟我说 今天晚上就在这户家里休息 我跟我堂哥说 我要回家 我爷爷如果没有找到我 他一定很慌很着急 但我堂哥没有理 他说你现在在这睡着 天黑了 明天早上 我再带你回家 但到第二天早上 我堂哥不见了 一身于那户人家 我又哭又闹 又哭又闹 但我每一次哭闹 我都受到挨打 被殴打怕 我不敢哭 不敢闹 小的时候爷爷很疼我 他都没有打过我 我第一次被挨打 谢谢 后面我只能老老实地听他的话 他带我送上 送上了一辆车 又到了另一户人家 这时我很想我爷爷 应该怎么办 想起了逃跑 晚上我看见他把摩托车 停在院子里面 大门没有刮 我就跑出去 结果没有跑掉 我被抓回来之后 打得很惨 还被关进了一个房间里面 那时候我在想 现在是生是死 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么样 才能回到家 才能见到我的爸爸 和爷爷 后面他又带到我 来到一家 就是现在的广东 他说这就是你爸妈 你以后就叫了叫爸妈 如果你不叫被我知道 我还要打你 让我叫他们叫爸妈 真的很难为我自己 我知道他们不是我亲生 但是我还是必须地叫 那时候我为了生存下来 我必须地叫 经过我养父一次又一次地殴打 我很怕回家 我一回家就挨打 后面我就不敢回家 自从这一刻起 我就坚定 我不想在这个家里待下去 我要自己寻找 我的家人 我的爷爷 在我养父养母 家里出来的时候 那几天都没有吃 没有喝 这时候想到我在家里面 我爷爷对我多么好 没吃没喝的 可以找我爷爷 他什么都肯给我 什么都可以让给我 直到最后我饿了几天 实在没有办法 我为了活下来 所以去捡人家 吃剩下的那些放菜来吃 睡在路边上 睡在你门口 要么睡在桥底下 我还记得 最痛苦的一次 是我生病的时候 那时我发烧 我睡在桥底下 什么都没有 地上就铺着 两张大的纸板 穿着一套破破烂烂衣服 当时我记得 是一条烂烂牛仔裤 还有一个外套 是别人丢掉的 当时我烧得很厉害 当时又是冬天 那时候我就回想了爷爷 我小的时候 我生病 我爷爷把我抱在床上 二话没说 拿着一个枕头 裹在我背后 拿着一条毛巾 去打丝 放在我额头上 我爸爸更不用说 马上去买药 冲了给我爷爷 我爷爷当时坐在我旁边 没有离开过 接着药 他喂我之前 他自己还喝了一口 是热还是冷 然后才一口一口地问我 但是我很不愿意喝 我爷爷告诉我 你把这个药喝完了 身体就好 你要尽管好起来 才可以陪爷爷一块玩 把那颗药喝完之后 我不知不觉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 我醒过来的时候 我发现我爷爷 趴在我床那里睡 趴着 他坐着 然后头就在我旁边 趴在那里睡 但是我心里非常难过 我爷爷可能一个晚上 都没有睡觉 我爷爷背过我一次 自从那时开始 从没有人背过我 我去我二国家里玩 带我回来的时候 我在他背上调皮捣蛋 都不愿意回来 我爷爷说 你不要调皮捣蛋 你乖乖地回去 我做你最爱吃的菜 那时候我们小 家里没有东西吃 我们最喜欢吃的 就是那个菜豆腐 我一听说 我爷爷做的菜豆腐给我吃 我非常地高兴 当时是上路走回来 我爷爷不忍心 他年纪虽然是大 但他依然背着我回来 我在他背上 我感觉得 非常非常的重 他走了 越走越慢 越走越慢 越走越累 我跟爷爷说 你放我下来 你已经是累了 还是让我自己走 我爷爷跟我说 你还小 山路不好走 很容易摔伤 你还是老老实地在背上 我再到背上 感觉的是一种 很温暖很温暖的感觉 这种感觉 自从我离家之后 再也找不到这种感觉 再找不到这种感觉 但是那时候 我在桥底下生病的时候 这种 回想到这种 我在想想 现在我过的是什么日子 是神 是死 我什么时候 才能找到爷爷 难道我就没有希望了吗 那时候我都已经决定 放弃了生命 那时候我发烧 一动动不了 没有人帮我 没有亲戚 没有朋友 我就想到 当时就这样子 自生自灭 不再想 孩子有父亲陪诊 该多好 有亲人 有家人陪诊 该多好 那么现在的我 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在回想 爷爷 你在哪里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见到你 我是否应该该放弃 还是继续 从这时候 我又考虑了另一方面 如果我这样子放弃了 那么 我真的永远都 不可能再回到这个家 我不可能再见到我的爷爷和我家的爸爸 从今我答应过我爷爷 等我长大了 我要好好地报答他 可是我现在如果这样子放弃 那么我所说的承诺就再也实现不了 从这一刻起 我告诉我自己 我告诉我自己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只要坚持 就能有结果 这个时候你多大了 我记得我有九岁了 第二年 听到几个小伙伴们 也是跟我一起 捡瓶子 他们说这样子不行 我们要去找一家工厂 去干活 要为自己的生活做打算 我在无意中听到 我跟他们说 你们去工厂里干活 把我也带上 在那个厂安定下来 那个厂只有一百多个人 我一个一个地问 我说知不知道 云南有个马利波的地方 我问了很多很多 来自四川的 还有贵州的 河南的 湖南的 还有云南那边 我也问过 人家说 这个马利波的地方 我知道 但是你能告诉我 你具体的地址吗 你不能告诉我 我找不到 他问我说 你有身份证吗 我说没有 他说没有不行 现在坐车 要身份证 才可以订车票 直到我十八岁那年 这时候 我唯一的办法 就是回到养父养母家 我回家第一件事 就是叫他们八十分证 八十分证出来了之后 第一件事 就是马上买着 去云南马利波的车票 由于小地方不知道 没有办法找到 我又返回广东 继续工作 边工作边找着 没有朋友能理解我 没有亲人 光照我 每一年的过年 人家都问我 你为什么不回家 我说我没有找到家 甚至有一些 会取笑我 这是一个流浪的孩子 没有家 没有父母 没有人管 非常非常的难过 那时候 我真的心里面就在想 我说爷爷 爸爸 你们在哪里 快点带我回家吧 我很想回家 我不想别人这样说我 我不想别人这样侮辱我 如果我有一个家 不知道该多好 我想跟别人孩子一样 一样有家 一样有温暖 有爸妈的呵护 我说你们在哪里 我很想 很想你们 每一次我想到他们的时候 我的眼泪都流不住 都忍不住地留下来 很控制不住的自己 我的家 什么时候能回到流浪生活 什么时候能结束 我真的很想早一天结束 今年你大概是二十 今年我大概二十五六岁了 二十五六岁 你说的从十八岁 你办了身份证 你又回到广州打工 一直到现在还在广东吗 对 陈菊 他这是比较典型的 亲戚拐卖 对 他这个孩子是被拐出来的 吃了很多苦 现在最大的嫌疑人 应该是他那个堂哥 堂哥 但是现在他记不清 具体是什么地点 可能还需要 就是通过DNA比对 找到他的这个亲人之后 才可以确定 你去验血了吗 今年 今年宝贝回家 帮我在那边采了血 宝贝回家他在有登记 宝燕 对 这个孩子在宝贝回家登记 就是他采血前 我们志愿者 费了很多周折 因为他在这一路上 吃了很多苦 也受了不少委屈 最后这个孩子 就是像刺猬一样 什么都保护自己 谁都不相信 包括采血的时候 他就说 意思是我们原先 想给他用采血卡 人都上公安局 你为什么要上 给我用采血卡呢 他就都不怀疑 后来最后 到底是联系公安局 去给他采的血 他才相信 你怀疑所有的人 不相信所有的人 是吗 我之前被拐 所以我现在 不轻易相信别人 因为我真的很怕 这种事情 上过很多次当 说过很多片 春味 像这样的孩子 心灵上能温暖过来吗 只有找到他的爷爷 他才能够温暖 因为在他所有的记忆当中 他觉得最美好的 就是他爷爷 他爷爷疼他 他爷爷爱他 他爷爷保护他 所有的一切 就他对于家的全部向往 就是回到爷爷的身边 所以如果他找不到 他爷爷的话 他会觉得他对于家的 所有的完整性 都不是特别相信 不过当然他还有一个误区 就是你成年以后 其实是你可以自己决定 你本可以找到更多的人 来帮助你 而不是说只能被动地 回到那个养父母家里 但是我们相信 你这样的一个坚持 你的家人也会同样地坚持着 来找你 但我觉得对他而言 最大的伤害是什么 他不信任人 他会觉得这个世界上 温暖不够 他会觉得所有人都在 忽悠他和骗他 但他自己又确实 没有能力能够保护自己 结果错过了 好好地读书 然后他只能凭着 一己的力量 在这个世界上 孤独地奋战 所以像这样的孩子 就是被拐脉 所带来的一个 特别大的伤害 你现在在哪工作 我现在在东莞工作 由于我身体的状况 因为经常生病 我现在只能在那边 做临时工 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一个月有21200 李老师 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圆梦基金 希望给这个孩子一点温暖 给他捐赠两万块钱 这个孩子的悲剧 除了跟人贩子 有直接关系之外 就是这个买主 这个买主把这个孩子 买回来之后 经常打他 给他带来非常多的痛苦 其实按照刑法的规定 这个买主应该追究 他的刑事责任 不但是收买被拐儿童罪 他还构成一个 孤日益伤害罪 还构成非法拘禁罪 你看都20多岁了 长得还像个小孩似的 身心都是受虐待的 你呀找到我们 帮你寻找爷爷之后 我们的书冬带着人马 还有我们的志愿者 一起再帮你寻找 来孩子站到这儿 杜小龙您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冬 我们在容媒体平台上 看到了您发来的 寻人报名求助 也是马上帮您展开了寻找 那我们整理了一下 您提供的一些线索 您跟我们讲说 您老家是在云南省的 麻利坡县 您是苗族人 记得你自己的名字 叫做路德里 爷爷的名字叫路根强 那根据这些线索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 联系了宝贝回家的志愿者 帮您展开实地的搜寻 您提供的线索 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上 搜索了是否有相应的家寻 但是没有发现 于是我们求助于 宝贝回家志愿者云南群 并请当地志愿者 马关维希进行了 实地走访核实 发现麻利坡苗族中 没有录这个信 也没有发现仪式的信息 于是我们跟当地的志愿者 了解是否您当时的记忆 有出路 好 我们希望 这扇大门 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初红贤华 好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我一直在寻找的路程 我不知道这条路 什么时候才可以到头 我想跟别人孩子一样 一样有巧 一样有温暖 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 为缘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欢迎大家收看 由金石园九页独家冠名的 大型工艺栏目等着我 感谢我们的工艺合作伙伴 一站式家庭的O2O服务平台 金色家园网 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再次表示感谢 我一直在寻找的路程 我不知道这条路 什么时候才可以到头 我想跟别人孩子一样 一样有巧 一样有温暖 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 为缘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希望早点回家 爷爷 过来带我回家吧 小龙 你的爸爸 你怎么都找到你 妹妹 来 小龙 把爸爸请过来 爸 爸 咱们过去 坐下说 来 苏东最后是在云南找到了吗 没错 其实儿子的这个记忆是完全正确的 玛丽坡村 但是刚才我们的志愿者说 去玛丽坡村找这个苗族的相关的这个地方 没有姓陆的 后来经过河石是他自己记差了 他记得他姓陆 其实是姓罗 老师好 你好 来 爸爸请坐 来 请坐 这个音稍微差了一点 但是他记得叫陆德里 叫罗德里是没有问题的 你手里拿的是他们的DNA检测 对 我执行的DNA检测 经检验比对 鉴定意见如下 经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 失踪而从信息系统比对 在排除同卵状胞胎和近亲的前提下 支持杜小龙和罗正合符合亲生关系 小龙看清楚了啊 爸爸可是你的亲爸爸 我问这位父亲 这个孩子当年是怎么被拐走的 大概在99年的时候吧 做一个爸爸的我在外打工 我知道的时候他就说 我的儿子已经被拐走了 我老爸大哭一场 我说没办法 现在已经到这步 我们慢慢来找吧 这个孩子刚才讲 他当年是被他的一个堂哥拐走的 这个我们会要求 这个麻利坡的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看如果是他作案就应该追究他的责任 我们想问一下爸爸 爷爷怎么没来啊 我爸爸他身体不好 家里面还有两个 我那个弟弟的两个小孩 在家里面 只要爷爷建在就好 爷爷听说找到孙子以后啊 也特别高兴 但是因为现在爸爸在外面打工 所以老家呢 爷爷就没法赶过来 身体也不好 但是呢特意给你拍了一段视频 我们来看看 爷爷在视频里对你说点什么 好不好 一起来看看 好 来 我一直打着一个 打着一个 在那时 在那时 默契的那道座 呢 那这一会 你身为本走座 这个脑杯 这个脑 那加 一直到了 法国以后 法国一律 因為有些人在家裡找了嘴 他在抱著他 在家裡找了嘴 他在家裡找了 他身體很久了 他在家裡找了嘴 好啊 只要爷爷在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好消息 孩子 拿上阿姨给的两万块钱 尽快的明天就跟着爸爸回家 先看看爷爷 找了多少年了 爷爷给你做的那个菜豆腐 尤其是爷爷做的 终于有家了 有爸爸了 孩子 高兴吗 好 我们也为你高兴 这么多年的辛苦 值得 对 没有百费 孩子你也没学坏 不容易 我们一起来祝福他们 来 祝福他们一家玩具 行 小龙终于找到了家 见到了爸爸 见到了记忆中 爷爷为他做的菜豆腐 坚强 积极 乐观 勇敢 18年的流浪生活 他没有放弃寻找 让我们祝福这个阳光男孩 让我们为他今后的生活加油 我找到我的儿子带回家 跟他一夜在一块 我很高兴 今天爸爸找到了 爷爷也找到了 这么多年 没有家的 今天终于可以回家了 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感谢我们的公益合作伙伴 一站式家庭的O2O服务平台 金色家园网 对本节目公益基金的大力支持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 也可以登陆宝贝回家寻资网 或加入等着我官方QQ接待群 进行登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